那現在事件結果出來了 748號出來之後 我們這三起訴訟就開始進行 那現在是第三起 也就是呂心潔跟成林的案子 今天我們收到了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這樣子 對那判決結果跟前面兩起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拒絕了人民繼續 拒絕了人民可以在此時此刻 同性伴侶可以登記結婚 那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的難過 我們覺得很遺憾 執政者他用拖延的法案的方式 來安撫反同的勢力 那任憑這個違憲的法律空窗持續的存在 那這個空窗期的兩年 很多人可能覺得很快啊 忍一忍就過去了 但就像剛剛秀文說的 我們能在案這邊都是比較幸運的人 我們的很多朋友 其實就在這短短的半年多當中 有過世的 有生病的 有沒有辦法再出門的 這些人他們沒有辦法來到法院 一而再再三的表達他們的負窮 他們甚至也沒有辦法再上街頭了 他沒有辦法再跟我們的政府說 請你把我原本應有的權利還給我 如果人民可以讓國民黨慘敗 那麼當然也有能力讓民進黨疊大交或者甚至下台 人民不是傻子在選前說我支持婚姻平權 甚至在大法官已經掃除了重要的立法障礙 以及同性婚姻是不是基本人權 這樣子的問題都已經得到了大法官的解釋 確立了他的一個基本權力的性質 而立法跟行政依舊怠惰的狀況底下 我們相信就像剛剛簡秘書長說的 婚姻一日不平權 人民的抵抗不會終止 今天 初恥有法官詞 組員選了很多人 已經先ár請坐下台 一旦是千萬一旦 就像我們一晚的事 很前往所信 今天就應該剛開始